根据研究发现,人神剑皮癌和森林白竹丸都是由是为中药组成,这两者都含有人参,白竹,符令,甘草成分,除此之外,人神剑皮癌还含有黄芪,当归,木香,远质,蒙眼中,酸枣人成分,而森林白竹丸还含有山药,白变豆,莲子,异异人,杀人,杰梗成分,而负责李中华的成分则为致负子, 大身,巧白竹,甘椒,甘草,值得注意的是,负子属于毒性的药材,因而,应当要严格该药物的用量和用法才是,负子李中华则主要是起在温中剑皮的作用,即将为常用于脾胃虚寒,晚腹冷通和手足不温的患者,值得注意的是,由于负子李中华具有温热的性质,如果长期进行服用的话,机体可能会出现有气阴量伤症状, 因而,患者们切记不要随意服用该药物,而是应当在专业指导下进行,对于胃气大致,在进食后,常常感觉到了有饮食不下,甚至是贫贫打嗝等不良症状的人,则可以尝试用那牙茶,积累筋等来帮助消化的进行,混沐香顺气丸和蠢皮来补助机体胃气的渗降, 一时机制情况严重,还可用消防制品来达到消食的目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